發視在地新聞 繼續來看蔡英文 在中華作勢 非力全開 批評對峙的選舉策略 就是要營造專民 託押民進黨的氛圍 蔡英文又說 這國民黨如果重新來接種 就是中國跟黑金的派黑 跟五叔懷最高興 如果國民黨這邊 韓國如的夫人李嘉芬 蔡也在中部站台 主動來講到新爭的王小姐 李嘉芬說 那是韓國如真的有做出 對不起他的事 他不可能這樣拚命 幫韓國如來找選舉 而且是用抹黑的手段 來誤導大家 蔡英文幾天都沒聽 蔡英文 南道 很多都中華 讓他支持才能讓國民黨 中華接種 還有什麼人最開心 無私懷悶 對不對 是不是啊 那一些 就是最煩動 最保守的人 他們所代表的最煩動 最保守的價值 就會變成台灣社會的主流 這困難的事情 不能在我們台灣發生的 大家說是不是 那是韓國如的太太李嘉芬 講一晚也在中台灣 在台中北立委好選擇 因為慶英騎台 在台中他第一次主動 說到王小姐 我覺得那個王小姐 也真是倒了沒了 我們那個黃文財先生 也真是倒了沒了 每天每天被拿出來談 談了他們兩個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跟他們說 燒安物照 沒什麼好談的 要怎麼樣 我們夫妻真感情不好 我會幫市長跑這麼遠 這麼遠 每天要調時差 調得我頭和腦脹的 太奇怪了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東西說嘛 不然這政党沒走過 跟王小姐 韓國如婚禁合教 最好四處 大家都放四名 拚下去